要说近几年既高甜又经典的韩剧,来自星星的你,一定是榜首。 该剧是由金秀贤,陈志贤主演的一部韩剧,主要讲述了从外星来到朝鲜时代再到400年后的现代男人, 都教授和国民们一线女演员,谦送一的爱情故事。 该剧一播出,就在国内掀起了一股追剧的狂潮,就连从不看韩剧的也开始疯狂的追剧了。 特别喜欢金秀贤主演的都敏俊,她在剧中不仅帅出了天气,还具有超强的特异功能。 每次在千宋一遇难时,她都会快速的使用超能力,从而帮千宋一解决了眼前的危机。 陈志贤更是凭借着千宋一一脚,成为了家喻顾小的国民女神,从此登上了事业的巅峰。 最近,影视策划人谢小虎爆料,湖南卫视已经拿到了韩剧《来自星星的你的》的翻拍,并当红小花郑少傲来担任女主。 大家期待吗?郑少是娱乐圈之首可热的一线小花。 最近她更是凭借着我的保姆手册圈等无数,成为了今年的画铁女王。 一部分网友觉得正宝非常出眼来自星星的你。 毕竟她在电视剧《相爱穿梭千年》中的形象非常的寒泛。 另一部分网友认为,赵丽颖和迪丽热巴,才是饰影千宋一的最佳人选。 赵丽颖是娱乐圈颜值演技双带线的实力派演员。 她不仅是善良又可爱的小谷,还是霸道又热邪的楚桥,更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设计师林浅。 赵丽颖从来不会把自己的角色固定化,她努力地尝试了不同风格的作品,给观众带来了绝样的视觉体验。 赵丽颖可萌可帅,非常适合钱宋一这个角色。 而正爽的外表太过于清纯了,无法完美地诠释出千宋一的霸气傲娇。 迪丽热巴是娱乐圈新近的流量小花。 她凭借着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中的凤九一角而被观众熟知。 后因为在漂亮的李慧珍中的精彩表现,获得了第十二届精英电视艺术节中最巨人气的女演员奖。 同时,迪丽热巴在克拉恋人中饰演的高丸和千宋一的相似度很高,都是高颜值的大火女星,都拥有大大咧咧的性格。 既然,官方已经立定了正爽出演千宋一,大家就不要再有任何的期待了。 毕竟正爽的演技太尴尬了。 独敏郡的候选人有三个,分别是景伯兰、黄轩以及杨阳。 大家最希望谁来出演独敏郡呢? 首先,小便觉得黄轩肯定是第一个被淘汰的人选,如果由她饰演独敏郡的话,估计会让一大批的女观众失望透顶。 毕竟她太显老了,虽然黄轩可以完美的诠释出都较瘦的高冷与泄密,但是,她和女主正爽的年龄相差太大了。 其次,景伯兰是演独敏郡的可能性最大,毕竟她和郑爽合作过相爱穿梭些年,两人的颜值真是太大了。 景伯兰是一个成熟又开朗的大男孩,不仅会反复的钻联自己的表演,还会经常请郑爽吃饭,但是,也非常喜欢杨阳。 如果由她出演独敏郡的话,就可以看到升级版的肖奈了,更可以再次一睹青春VP的风采。 杨阳是娱乐圈公圈的美男子,她出演的各种类型的影视作品,都是一种感性清澈,阳光帅气的男神形象,出现在荧幕上的。 好了,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,谁才是你心目中的独敏郡吗? 此文外,毕竟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,AO。